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头的阻力很像不想再演下去 今天直接来做表态 早盘这个大盘是一度破底的 那破底的时候大家会很恐慌 因为一破底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停损卖压又要出来了 所以早盘看起来很弱势 但是在尾盘全部拉上去 尾盘变成只有小跌30点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大盘 从低点拉升到尾盘叠30点 总共将近拉到将近250点的下影线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说这个盘 这个多头阻力不想再演下去了 因为说实在话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盘再跌有限 为什么我说再跌有限呢 我说三 第一个你可以注意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说台积电 台积电呢今年大概赚38块钱 本益比10倍380块钱 我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呢 他呢基本上只有在 这个1996年台海两岸 这个风暴的时候呢 才曾经跌到本益比7倍 其他的四次金融股灾 都跌到10倍左右就开始往上面拉了 低点都在10倍左右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台积电跌到10倍左右 也是应该来到一个相对低点 10倍这多少钱 380块钱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台积电接近到380块钱 已经跌破400块了 我说已经接近到380块钱 到这个位置区 你不但不可以杀低 你要来做逢跌布局 我认为会赚钱 按照以往的经验都是这样子 因为说实在话 台积电基本上 今年跟明年的获利还是蛮稳健的 还是蛮稳健的 所以呢我认为它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因为外资一直在卖 外资一直在卖 所以导致台积电呢 会出现这种跌幅 不过我认为外资再卖下去呢 基本上也会开始缩手 为什么会缩手呢 因为美国股市其实已经站上月线 所以我待会从美国股市来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所以呢第一个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说台积电 本益比接近10倍的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说联电 联电本益比大概6到7倍 今年赚6块5左右 明年最差最差还可以赚到5块钱 股价35块钱 所以呢它的本益比接近到什么6到7倍左右 我认为也是相对低点区的 这两个呢我都认为呢都已经来到相对低点了 所以呢大盘再往下跌 因为这个两个占全值比较重嘛 其实有限 再加上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呢 有些个股它已经跌到了10年线了 尤其是低润个股 低润的neverage 还有面板股 这几个之前呢就是大家比较不看好的股票 那么这几个呢都是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所以我前两天都跟大家讲说 景气循环股哦 这个地方跌到10年线以后 都开始先涨一波上去了 它的走势呢 已经领先大盘先足底了 已经开始先往上面动了 所以一些有心人士已经在做布局动作了 那么他们布局的标定呢 已经很明显从股价都看出来 它已经领先往上面涨了 所以我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讲说 其实台股我认为 目前都在做震荡主体的动作 震荡洗盘的动作 所以前天呢拉个下引线 大概150点的下引线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做什么 在做震荡筹码换手 昨天呢开高走地撒下来 然后尾盘又拉上去 那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还是在做震荡换手嘛 还在洗盘嘛 今天更明显了 今天开地重挫破底 然后尾盘又拉上去了 所以这三天 如果你看这个盘中的这个走势 你都会发现到 这个阻力已经越来越不想演了 因为再怎么演 大家都发现到 你这个地方再跌有限 你看今天这个盘中 一度破底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大跌 指数是大跌 但是很多股票跌不下去了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呢空风的势力 已经开始在慢慢减弱了 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 有些个伍是不错的布局的机会 在这关布局呢 我认为后面会赚到钱 而且可以赚到不错的利润 所以这边呢 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详细说明 那么在解盘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来做一下广告 明天10月21号的 这几天我都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我怕有些投资本可能新看我的节目 刚刚看节目的也没有关系 我今天一并的跟大家报告 我在10月21号也就明天开始 正式开播 有些我现在这个盘中这个节目 2点20分开始 那么我开放一个股民的talk QMA的问答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开放这个聊天室 那你看这个YouTube频道 你当下就可以把你想要问的问题呢 传上来 然后我会看这个手机嘛 我们会有这个聊天室的内容 我就会帮你来做回答 那你手上十股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知道我都可以帮你来做回答 所以我会在直播节目呢 跟你来做及时解答动作 因为这几天其实我是 今天有人问 然后我明天回答你 或者是昨天有人问我今天回答 其实会有差一天的落差 会有一天落差 所以有些投资朋友可能就觉得说 还差一天就觉得说 他想要 大部分投资朋友想要及时的解答 那如果你想要及时的解答 当然我就是在盘中 这个收盘 收完盘之后 这个时段 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同时帮你做一个解答 这也是一个跟 投资朋友来做互动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在明天开始正式开播 请各位大家多多支持 好那我们来看 今天嘛10月20号嘛 你看今天这个大盘 这个大盘为什么会拉尾盘 这个联电你看 联电大盘盘中再跌的时候 它就已经涨到平盘以上了 最低呢跌到37块半 我没有跟大家讲 我说联电我认为35块钱 再破的几率不大了 因为本益比已经到6倍到7倍 我认为已经够低了 即使破了也是买 也是买点 我就跟大家讲说 接近到35块钱这个地方 你不但不可以杀低 你反而要趁机来逢低成接 因为再怎么坏就这样子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 你看大盘今天一度中错 破底 他都没有破底了 他已经手稳在平盘上面 那尾盘拉上去 他跟着往上拉了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台积电更明显 你看最低跌到386块钱 尾盘拉上去拉到397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 380块钱 接近到380块钱 那个地方我跟你讲 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难得的买点 当然我讲过 他不一定会跌到380块钱 但是接近嘛 接近到380块钱 本益比10倍那个位置区 这个位置区我认为是个绝佳的买点 我从前的历史经验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台积电今天拉尾盘 我认为表示主力已经不想再怎么 不想再装下去了 对不对 这几天这样演得很辛苦 又要开低走高 又要开高走低 在拉尾盘 然后今天就不想演了 就直接拉上去 好那台积电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留意到 因为外资呢 每天都在卖超台股 很多会解决说 老师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股市站到月线 我们台股呢 都站不上去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外资一直站在卖方 那外资为什么一直卖呢 其实跟台币贬值也有关系啊 跟台币贬值也有关系 台币贬到32块钱了嘛 所以这个贬值也有关系 但是你要注意到 如果说台积电今天外资 收完盘之后 我们看他的这个买卖超嘛 如果外资今天还是持续卖超 100多亿 因为他这几天每天卖100多亿嘛 所以台股都涨不动嘛 假设说今天外资 还是持续卖超的话 那台积电 他今天是这样走的话 那我认为 这个筹码很明显已经被吸走了 被另外一批人吸走了 也就是说 他这个外资的卖压已经卖不下去了 甚至外资卖出去呢 被人家捡走了 被人家吸走了 被另外一批人呢 把他筹码把他吸掉 然后拉上去 所以说如果外资今天还是持续卖超的 那表示这个台股的低点 已经相当有限了 因为外资再怎么卖 打压已经打压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反而拉尾盘 所以你就要特别注意到 今天这个收盘 你看一下这个外资的买卖超 我认为今天外资应该还是站在卖方的 应该还是站在卖方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跌嘛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开低下去 是外资也是站在卖方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卖出去完以后 被人家接走了 被人家吸走上去的 包括像台积电啊 连电都是一样 所以我认为已经有另外一批的多多主力 我才跟大家讲说他不想再演下去了嘛 要演的这个 这个洗盘 正当这个洗盘其实也是要 也是很辛苦的耶 他把他的意图把它掩饰在后面 不让人家看到 不让人家知道他在偷偷的吸货 偷偷吃货 这个也是勉为期 这也是不容易耶 所以我这几天已经看到这个迹象了 所以我才在提前告诉你 所以今天就已经不想再演下去了嘛 就已经拉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你看台股今天是不是留一个很长的下眼线 这个盘中是破底的 盘中是收黑这样破这个低点哦 破底哦 那破底以后呢 今天全部拉上去 而且你没有注意到今天有量 所以今天破底的时候呢 已经很多人把它杀出来了 今天这个量是因为破底 拿到了有些人在停损 因为技术面是这样子嘛 技术面只要是破底 就会有技术面的停损卖压会出来嘛 那这些停损卖压卖出来之后 所以量才会变大 但是呢 这些卖出来的人基本上 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竟然是有人在下面承接 有人在下面承接之后呢 这个量就跑出来了嘛 就是说有人今天在停损 一直在卖一直卖 但是呢这个卖 被人家接一直接一直接 接走 接走到后面尾盘就拉上去了 所以这个很明显哦 这个这洗盘 换手的这个意图相当的明显 已经连续三天了 我已经看到这个盘 已经连续三天都这样走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洗盘呢 投资朋友你注意到 因为你看一下 这条是月线嘛 你看目前这个大盘 台股这个大盘 月线都还没有站上去嘛 但是你看这个美国 美国NASA这个月线 已经站上去了 我这天一直跟大家讲说 美国股市你看 它之前是一直往下跌 是因为这个月线呢 是一直往下 趋势一直往下嘛 没有改变嘛 一次两次三次嘛 这是第四次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四不过三 所以我说第四次我认为它会站上去 好站上去之后 我昨天跟大家讲 站上去之后它短线上 它会来做一个回撤动作 所以昨天也回来 昨天也拉回来 它会来做回撤动作 所以呢我跟大家讲 美国股市呢 基本上你注意到 转折三讯号 所谓趋势转折三讯号 是第一个它会先做突破 第二个呢它会来回撤 回撤什么 回撤这个低点看有没有破了 第三个呢低点不破以后再突破 所以呢它如果往上突破再回撤 然后呢回撤低点不破以后呢 再突破 那就出现转折了 趋势转折三讯号就出来了 那代表呢 美国呢 美国股市将它走一波 也就是它会 它会开始搭配它的 其中选举 11月份的其中选举呢 来拉一波 这个可能性 这个机会蛮大的哦 尤其我们看到整个台股呢 其实呢已经很多股票呢 它的走势跟大盘已经不同步了 也就是它的低点 已经领先大盘将近两个礼拜了 那什么股票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呢 跌到十年线的股票 好我跟大家讲过 不管是Netflix也好 不管是低润也好 还有面板也好 这些呢去库存化的这个动作 已经相当明显了 那他们去库存化 再加上他们的股价又跌回到 难得的十年线的一个长线的买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他们的股价低档有限了 因为已经跌无可跌了 十年线就是说 这十年去买到那个低点的人 基本上都赚钱了啦 你十年才能等到一次它的买点 这叫十年线 十年线的人的成本 就买这两个股它报了十年 它的成本在这个位置区 这叫十年线 那你看 昨天十月十九号 我跟大家讲说南亚科低润 我跟你讲说 这一拉回回撤 它又是个机会 这个拉回你要 昨天我的标题还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说十年线股拉回是一个机会点 我不知道昨天你有没有看我节目的 你有看我节目你就可以帮我作证了嘛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一波它是不是先攻上去 大概两个礼拜了 它的走势是不是已经领先大盘 先见低一点两个礼拜了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开低又拉高上去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个股拉回是要站在买方的 所以今天早盘呢 你看早盘今天是跌两百多点嘛 它早盘就已经在平盘上面 就已经跌不下去 所以我就认为今天这个盘 应该是会拉回盘 因为今天早盘我就已经看到这个联电 还有低润股这个南亚科 这十年线的股票 都已经跌不太下去了 都在盘中在盘上 在盘上那边做震荡 都告诉你大盘跌跟它没有关系了 它已经在走到自己的路 表示这些股票呢 这些之前做多买进的人 没有因为今天大盘跌 它把它除掉 那会买这些个股的人 基本上我认为都是一个 有产业研究的人 他们知道这种股票 这种景气循环股要买在什么点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景气循环股 你是买在景气的股 你要买在股价买在低点 你要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你要卖在高点 是它开始赚很多钱很多钱的时候 景气最高峰的时候 你要卖在高点的时候 你要这样子做 所以现在景气不好 业绩不好 地润报价再往下 这都告诉你 它的景气呢 即将借进到谷底 甚至呢 它要开始往上了 尤其它们又经过减产 所以它的股价开低走高 你看 又涨将近两块钱上去了 股价呢 又要开始创新高了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这个面板股的友达也是啊 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已经季线翻扬上去了嘛 这个季线已经开始翻扬上去嘛 那这波因为先涨两成 我跟大家讲 它先做个拉回嘛 但是我跟大家讲 拉回 这个你要把握机会 站在买方 拉回要是它买一点 我认为这种个股 它还没有走完 因为十年线基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长期的一个买进的机会点 那这个股票呢 它回到十年线 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波段走势 虽然整个大盘 你看大盘基本上 我就跟大家讲 大盘基本上 它目前在这个位置以下嘛 如果以个股来比的话 大盘还在破底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区嘛 但是你看它没有破底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已经先涨上去了 它的低点在领先大盘 将近两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见到了 这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你 就是有人在里面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拉回要站在买方 你看它今天开低下去 是不是又开低走到上去了 是不是这种个股拉回 是不是站在买方 你今天拉回你去买 你是不是又赚钱了 对不对 另外我就跟大家讲说 像群联也是 Netflix群联 你看这个群联哦 之前这样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 这个都反而站在卖方 头线一直卖 把它卖下来 但是你看它最近 开始慢慢买回来了 你看它最近开始慢慢买回来了 所以它们也发现到 这个Netflix跟地润这个东西 它们都已经发现到 它们的报价 已经开始要从谷底 开始慢慢翻扬了 所以它们的股价已经先什么 先往上面动一波上去了 那现在往上动 这边会做震荡整理的原因是因为 它先把这边的筹码洗掉嘛 但是这里的量 这里的量比这里的量还要大嘛 所以筹码基本上已经洗掉了 所以这里震荡拉回 震荡在洗盘的过程里面 量缩的时候应该站在买房 因为后面这个季线 它开始走平 走平又开始翻托上去 它会有一个助长力道 那这个助长力道 就会让股价跟着往上面涨 所以这个8299的群联 Netflix这波的报价 我也是认为因为减产的关系 也要开始从谷底翻扬 所以它股价也会有表现 那法人已经开始站在买房了 另外再看一下今天有一则讯息 这个讯息其实蛮有意思的 之前不是美中贸易战吗 贸易战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怕大陆的半导体的这个什么 进步的太快 然后会发展国防 发展国防之后呢 可能会打台湾 那如果打台湾的话 台积电可能就被打掉了 台积电一打掉的话呢 那整个对世界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浩劫 台积电是它在掌握全世界 最先进的技术的半导体公司 而且是产量最大的 全世界第一的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 美国已经说 这已经变成国安问题了 因为美国也很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所以美国也怕 所以美国这个地方来讲 今天这些讯息是美国台商会证实 台美讨论联合生产武器 那你再看这个亚洲的这个 日经亚洲也是报道说 台美讨论联合生产武器 那美国的国防院呢 他低调不否认 不否认意思就是承认的意思 所以正处于程序开始的阶段 那其实台美在这个 联合生产武器这一部分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 只是它都不见光的 像我们的很多舰艇 包括像我们的很多飞弹 其实都有一些技术 是来自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要加强台湾的防卫嘛 它也是怕台湾被中国吃掉嘛 所以这个联合生产这一部分 其实我认为 美国呢低调不否认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它承认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台美联合生产武器的话 什么样的武器呢 会受贿 什么样的公司会受贿 什么样的产业会受贿 当然是军工产业会受贿 台湾的国防产业会受贿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档8033的雷虎呢 这个机会就非常大 因为它做军用无人机的 那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无人机这一部分 以前呢 台湾不是很看重这一块 认为无人机会侵入人家的领域 然后变成一点侵犯隐私 但是后来发现 乌尔战争之后发现无人机很好用 它可以搜寻 它可以侦查 它也可以携带飞弹 然后直接在冲撞 所以它只要为很小的一个成本 就可以把一台坦克毁掉 甚至呢 可以把船 做一个很大的伤 重大的伤害 它只要花很小的成本 所以呢 军用这个无人机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台美洛伊合作 用台湾的技术来讲的话 目前哪一家公司有这个机会 还可以抢这个商机呢 我认为8033雷虎 就有这个机会 你看它股价也是先拉回到什么 拉回到这个季线啊 可是呢季线是前波 它将近三个月的整理的一个底部区啊 所以这个拉回基本上 这里已经先出现一根长虹棒表态了 然后拉上去以后再做回撤 便没有破低点 那今天呢再度的突破 以长虹来做突破季线 那基本上它这样更稳 只要季线持续的守稳的话 它会持续的往上震荡来挑战这个高点 所以像这种个股也是要特别留意 那种像这种军用的 跟美国合作的 然后我们台湾有技术的 可以来做生产的 这也会吸引到台湾的国防部 也会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什么 洽谈来做合作的厂商 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像4931的新胜利 这两个股是锂电池模组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自行车 有没有印象 自行车用脚踩的 其实蛮费力的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在自行车上面 都装一些电池模组 那以前是什么 千酸电池模组 千酸电池 那千酸电池呢 它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千酸它基本上它不环保 它对环境会有二次的污染 所以后面开始慢慢的 会转进到什么 转移到做锂电池的 那锂电池它的好处呢 第一个它环保 第二个呢 它的容量比较大 那寿命也比较长 那当然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但是未来在这个 环保的这个要求之下呢 未来这个趋势是往 往千酸电池呢 跑到锂电池这个地方来 那千酸电池呢 这个在自行车 运用目前来讲 大概有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左右 因为便宜嘛 对不对 但是未来 因为环保的因素 接下来开始会慢慢的 往锂电池这个地方 来做取代 锂电池来取代 这个千酸电池 所以它慢慢淘汰掉 千酸电池会淘汰掉 所以锂电池魔属这个地方 它就掌握到这个商机了 所以资产个股呢 近期来讲 它其实它维持一个相对强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它的股价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目前它的季线已经翻上去了 所以我认为 现在这种个股的季线呢 基本上拉升上去的股票呢 它都有机会走一波行情 只要季线呢 持续守稳的话 它都持续有一波行情 那它的业绩呢 也是在持续往上做成长 你看它9月份的营收 9月份营收呢 成长多少 比去年同级成长301% 也就成长了三倍 那8月份 7月份你看 所以呢你看 它半年报公布出来 已经赚1块1了喔 那半年报是到6月份的嘛 对不对 那7月份呢 它成长110% 8月份成长157% 9月份成长301% 你看都是倍数的往上成长 所以下半年会赚更多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它就很有机会再度往上创新高 就很有机会再度往上创新高 所以呢目前 目前这个行业其实有不错 一些不错的股票 你都值得来做把握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切入 怎么样做换股操作 你可以呢跟我们现在人员做联系 0800370888 那最后我再跟大家讲 我们的节目在明天10月21号 正式开播这个股民Talk跟Q&A问答 你就可以直接看我这个节目 收看我这个节目即时的 即时这个节目 即时的直播这个节目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传上来 然后我会在这个地方 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跟你来做个互动 明天我们见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这四人应独立判断 审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